誒誒 我是幽默風趣的甜蜜帥的陽光開眼才華洋溢舞雙群的帥氣大哥哥 還有你跟黑漆路金城武 大家好啊 歡迎回到我們的109伺服器啦各位 那麼在上一集的時候 我們幫偏頭抓了一隻戒斧棒 作為我們住在那邊這麼久的房租 那還記得嗎 在上上集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這個密室的房間裡面 有看到一個偏頭棒的戒斧箱 那這個戒斧箱裡面 其實是放了各種的藥水 那這個藥水後來有聽說是偏頭留給我的 因為最近偏頭在解成就嘛 那他解了這個全藥水的成就 那他在解完這個成就之後 就順便幫我留了一組的這個藥水 不過好像有缺幾瓶的樣子 那既然偏頭都已經這麼好心的 幫我們準備好的藥水 我們今天就順便來把這個成就給解開來吧 其實我的成就應該也解的差不多了 剩下幾個比較稍微麻煩一點的 或者是平常不會特別去碰的東西 像我們這邊這個猛烈忌尾9以外 還有什麼幽靈的兩個我都沒有解過 然後此時我們在這個系列基本上也沒有用過 剩下的應該都是我們平常也都不會遇到的東西 各位覺得如何呢 要不要乾脆在1.20之前 把這些成就給解完 剩下的應該都是一些很簡單的小東西 如果各位喜歡這樣的影片 喜歡看到我玩這樣的伺服器 喜歡看到我玩這樣的多人生存 不要讓我可以幫我在影片底下點個讚耶 也可以留言跟我說你喜歡這樣的影片系列喔 如果各位有希望玩什麼樣的地圖模組生存 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好啦那這邊再飛過來一點點 應該就是偏頭家了吧 喔在這邊在這邊 那還有跟我說喔 配合這個瘋火台的效果 我們基本上就可以獲得全部的藥水狀態了 欸?奇怪今天這個門怎麼被關起來了 撈起來 平常都是打開來的啦 自從被知道這個密室之後 基本上這個門都沒有在關過了 但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是關的耶 來啦那這邊我稍微看了一下喔 這邊有隱形藥水 抗火藥水 夜視藥水 劇毒藥水 緩降藥水 加速藥水 力量 水下呼吸 虛弱 然後還有一個龜仙喔 龜仙的話是給緩速還有抗性喔 那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裡面應該是缺了跳躍加成的效果 然後還有回復效果喔 那我原本想說要回復 我就弄了一個金蘋果 可是想了一下不對耶 風火台也可以有回復效果啊 我們這邊切換一下它這個風火台的效果 把它切換成掉月提升 然後這邊按個回復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獲得這兩個效果囉 我們就不用特別再去喝什麼藥水啊 或金蘋果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按照順序 把這些藥水給喝掉啦 來藥水全部給他拿下來 他這邊有些是飛劍 有些是喝的藥水 來這個是水下呼吸 然後這個是龜仙 龜仙好像只有40秒 然後這個是隱形藥水 然後劇毒夜市抗火環降瞬節力量 然後最後一個是虛弱 OK猛烈的雞尾酒啊 其實說真的 這個成就平常也不怎麼會去解他喔 呵呵 因為真的是有夠麻煩的啦 我好像玩minecraft玩這10年來 應該也頂多解個一兩次而已吧 好啦 感謝拼頭幫我們準備這一箱啦 呵呵 讓我們解這個成就非常的方便啦 那接下來他應該還會解 我們是如何走到這個地步的這個成就喔 這個的話除了藥水狀態效果以外 還需要一些生物的狀態效果 那個就比較麻煩了 好啦那再來呢 在這個系列裡面 我還有一件事非常想做 各位還記得嗎 在我們重生點的商店 欸 喔對喔我隱形喔 哈哈哈哈 我講錯誤人耶 在我們重生點商店的旁邊啊 不是有兩座島嗎 其中一個是我們之前有看過的地圖島喔 那除了地圖島那一個以外呢 另一個島呢則是放了很多我們伺服器成員的盔甲架 然後上面有我們的頭顱喔 左右兩邊我記得會有一些我們這些成員的留言 然後中間有一個超大的小便雕像啊 你們知道嗎 我們伺服器的成員啦 一大堆人都很喜歡幫那個雕像換內褲 對 我沒有這麼做過 所以 哈哈哈哈 沒錯 走吧 那我那個時候就在想啊 我想要來弄個硬一點的 所以我是準備了黑曜石喔 可是可是 只有黑曜石好像不夠有特色對吧 還有另一個也是很硬的東西啊 玉髓 而且這個東西我超多的 所以呢 我要幫他弄一個 玉髓還有黑曜石的調溫內褲 哈哈哈哈 我的天啊 他應該會揍死我 來來來來 我們再飛一下喔 已經看到島嶼囉 這個的話好像是地圖島 再過來這個才是我剛才說的島嶼喔 來來來來 這上面就有小便雕像啊 然後這底下的內褲啊 天使好像常常幫他換喔 現在已經變成這個白色調溫內褲啦 來來來我們把他打掉喔 把這些打掉之後呢 我們再來換上這個 超硬內褲 哈哈 絕對安全啦 這才稱得上是安全褲啊各位 再也找不到比這個還要安全的褲子了 嗯哈哈哈 來來來來來 把他放上去喔 OK 玉髓還有黑曜石的調溫內褲 水啦 哈哈哈 趕快跑趕快跑 呵呵呵呵 吟吟吟吟吟吟 好啦 這也算是一個另類的成就嘛對不對 蠻符合我們今天的主題的 那接下來呢 我想要來解解其他的成就囉 那我們這邊成就的部分啊 有兩頁已經解完了 一個是主世界的 一個是終界的 那我是想說啊 我可以先從這個 冒險的開始解喔 因為冒險的好像是比較多的 但像這個探險時光啊 會很花時間的 我也只差兩個地形而已了 這個感覺應該也會蠻快的 然後殺死各種生物 好像也蠻簡單的樣子 那今天的話 我們先把這個探險時光給解開來吧 那我們要先來去找蘑菇島 還有這個裸岩山峰喔 各位各位各位 我剛才發現了一件很酷的事情 就是我剛才原本想要往這個方向飛 因為這上面應該會有一個蘑菇島喔 但是但是但是 我在中途發現了這傢伙 海底遺跡耶 哈哈哈 而且我剛才經過這個海底遺跡的時候 我是有被套艙挖掘減速的耶 所以代表裡面的那隻網還在喔 我們可以順便來解一下 殺死所有怪物的成就喔 來來來來我們合成一下木門喔 木門真的是這個遊戲裡面最OP的東西了 喔有了木門的我幾乎無敵啦 那我們就直接來去殺一隻網吧 我們不要把所有的網都殺掉啦 因為或許有其他的成員 會需要用到海底守衛嘛對不對 我們就留個兩隻 喔我們一隻殺掉解成就就好了喔 然後等下再殺一隻小隻的 欸這樣子我們就完事啦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先把這個挖掉 開砍 這個應該會蠻容易的吧 好我們現在裝備已經接近滿裝了喔 OK再來再來再來 水啦殺掉一隻了喔 嗯我還是被套效果了笑死了 然後再來是外面的一般小隻的 喔嗨嗨嗨嗨嗨 你要不要借我敲一下 你借我敲好不好 你不要跑 你不要跑 哈哈我的集結效果是不是太強了一點 來再敲一下 應該再一下就死了喔 是後面這隻對不對 水啦好 這樣我們兩隻應該都解開了 結果木門沒有用到欸笑死 欸我原本還特地為了這個效果喔 準備了仙來桶結果好像也不會用到欸 哈哈 來吧我們就直接飛出去吧 那照理來說我們往這個方向飛 我記得好像到五千多格的地方吧 就可以遇到蘑菇島了 那這個蘑菇島應該會是我們這個伺服器 距離中心點最近的一個 應該啦 只是應該 對我自己也不是很確定 希望是如此好不好 哈哈哈 那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們要找另一個叫裸岩山峰嘛 那那個裸岩山峰呢好像在 這附近就有的樣子 是說我們這趟飛完啊 我們需要來去中介修一下我們的裝備 你們看我的笑死 哈哈哈 已經快要沒有耐久直啦 等一下爆掉就好笑了 照而來說蘑菇島應該在這一塊的附近的樣子 我不是很確定 欸這裡又有一個海底遺跡欸 怎麼這麼多海底遺跡啊笑死 喔我找到蘑菇島了 我找到蘑菇島了 SWEET啦 來來來來 醬肉醬肉醬肉 來我們要踩上來應該就可以解到那個了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 有有有我們現在探險時光插一個裸岩山峰喔 欸剛剛好欸 片頭在線上欸 問一下 你找到蘑菇島了嗎 如果還沒 這個座標有一個 蛤 告訴一下他這個資訊 雖然我不知道他解開了沒有 好啦那我們就在原路飛回去吧 哈哈哈 我們要來去找那個蘑菇島喔 喔看來片頭還沒有找到蘑菇島啊 啊那剛好啊 我剛才是來終界修東西的啦 啊結果發現他在終界掛機 呵呵 我剛好有準備了一個望眼鏡 順便來解開一下這個 終界龍還有望眼鏡的成就 需要這樣子用嗎 還是隔著方塊沒有 嗯 我們飛到這個柱子上好了 來 呃等一下 這好難喔 我們跑到一個跟他 比較平行的這個柱子上面 OK 這樣子看有了嗎 欸水啦 好 順便解一下這個成就 來吧 我們回到主世界喔 那接下來呢要來去找這個裸岩三峰啊 照理來說應該是 往這邊飛 大概是往櫻花家的這個方向 在一所路加的下面喔 來來來 稍微斜一點點喔 好我們等一下判斷他是不是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我們踩上去的瞬間有沒有獲得成就 啊沒有的話 就代表我錯了 哈哈哈 OK應該就是在這附近了 來我們踩上去看看喔 可是突然覺得好像不是耶 完了 我好像找錯了 再飛過去一點 我好像找錯了 應該不是這邊 還是我們要落地 好看來真的不是了 我落地也沒有效喔 這邊都是歷史 感覺好像是舊的地形喔 等等等等等等 各位我知道羅岩三峰在哪裡了 哈哈哈 他要往這個方向繼續飛 在這一塊喔 哇 結果這個東西也蠻遠的嘛 來我們飛過去喔 我們要一路飛到這個紅土大陸的過去一點 那這邊的話有好幾個羅岩三峰喔 那應該是距離中心點最近的幾個了 我一直以為他應該會算是一個蠻常見的地形耶 結果我竟然在這個系列還沒有找到過嗎 怎麼可能 剛好路過這個世界樹這個真的超帥的 多看個兩眼 哈哈 這個真的是超級大的建築耶 之後我應該也有打算來蓋一個比較大型的海底建築 不過就再看看吧 最快應該也會是下個版本的事了 欸 等等 這是什麼 蛤 為什麼這邊會有一個地獄門 這是誰開的 哈哈哈 這是在解什麼成就所以在這邊開一個地獄門嗎 哈哈哈 OK 看到紅土大陸啦 繼續飛 再飛一小段距離應該就可以遇到那個羅岩三峰了 是 這裡嗎 應該不是 我記得好像是要再更過去喔 至少好像還要到熱帶高原再過去一點點的距離 喔 這裡有好廢礦喔 這一塊呢 是這一塊嗎 我們踩上來看看 好應該不是 飛過來飛過來 羅岩三峰到底長怎樣 是你嗎 欸好像是喔 有這個方解石 來來來來來 欸 水啦 探險時光 nice 哇而且這邊鐵超多耶 煤炭超多耶 重點是鐵啦 各位還記得嗎 我超喜歡用鐵鐵框來建築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會是我之後很愛的一個地形 不過我們現在1.19要跟上1.20了 我們就先不挖了啦 再來就是 開始隨便到處亂挖 看看有沒有機會遇到鍍魚喔 哇挖著挖著就挖到深淵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倉獄洞窟 哈哈 啊我的鍍魚咧 我已經挖滿久的咧 怎麼都還沒有啊 好我決定了 我要這樣一個一個區塊挖了 哈哈哈哈 我這樣一直往前 感覺命中率有點低的樣子 我不確定為什麼 我沒有直接看到什麼石頭 我們就一直狂挖吧 怎麼有一天會 喔 嗨 好啦不管怎樣 我們解開了這個殺肚魚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好像還有蠻多生物要解的對不對 接下來還有史萊姆 流毒 豬獅獸 豬獅獸的話應該就是豬布獸變成殭屍化的那一隻嘛 對不對 不過這三種應該都蠻簡單的 我們就到下一集再繼續來解這些成就吧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我們解成就的部分啊 那接下來呢 剩下的成就我們也會把它解開來喔 至少不是隱藏成就 會直接出現在我們這個成就欄裡面的成就 我們都會把它解開來啦 那隱藏成就的部分就再看看了 哈哈 因為有些隱藏成就是真的有點小麻煩啊 喔等等等等等等 為什麼會有這個 敲死他 敲死他 如果各位對於這些成就好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特別的解法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或者是各位有希望看到我在這個系列裡面 做些什麼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說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 然後按開訂閱我 去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Facebook、IG、Twitter 去按個讚、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 一起來聊天喔 那我是Hanika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